医生怎么还不来啊 哎 哎 哇怎么不痛 因为你压着我的手 对对不起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他不是习学长我喜欢你啊 我在这呢 糟了表白错人了 你没事吧 哦没事 这么狗血的疼风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次相信再知道看我怎么收拾你完了要知道 哦 你好我是嘉莉 你本人比照片还美果然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起来好像对你挺满意的 不如今天我们就去领证吧 你先放开我别害羞啊 不好意思 他有男朋友 吃吃吃 走吧 哎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相认 是他 谁是猎人谁是猎人谁是猎舞还不一定 我今天在云武医院见到你大学喜欢的七学长 他现在可是乳腺外科的医师 看来这招 看来这招引力上钩还挺短的 哦 见面 怎么回事 怎么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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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喂你别赖我 怎么这中文人还在哪里呢 怎么这中文人还在哪里呢 怎么这中文人 怎么这个人 哎别晕啊 病人脑部受到撞击暂时失去了记忆 今天起你就住着包来所有家务 直到还钱为药费为止 做饭去 哦 怎么还失联了 这个 糟了 在我回来之前不准乱跑 这到第99次相亲了 不相亲你还想在游戏里找对象啊 谁说找不到 或许是因为一次意外 我们都准备见面了 行了 这次相亲对象我可是费尽心思找的 别给我搞砸了 哎 来了来了 怎么是你 你们认识 我这是 刚好在一个城市 不如我们见一面吧 啊 原来你就是 现在你们俩这么有缘 走日不如照日 今天就领证吧 啊 啊 哎呀谁啊 前女友 呦分手后落魄成这个样子 不会还对我念不忘吧 我说你 他这么图 真不知道当初你怎么看上他的 再图也比你强 我亲手栽的树 凉不凉 你 亲爱的 别理他宝宝 我们今天是来买DR的 别被他搞坏了心情 哦老娥最贵的 啊 DR 欢迎光临医生只送一人的DR 啊 哎呀 该不会自己来买DR吧 不过DR好像是自己不能买的 是吧 啊是的女士 DR是求婚钻戒 并非普通的礼物 需要绑定男士身份证购买 并且医生只能送一人 代表的是医生唯一诊 所以不能当做礼物为自己购买 听到了没 DR是求婚钻戒 每一枚DR可都是男士唯一的承诺 向你求婚的人在哪呢 在哪呢 我开不开想着让他回心转意 继续爱你吧 呃 原来DR一生只能送一个人啊 别人不要了拉筋 你请来当个宝 不好意思 我是来取钻戒的 这么久他都没来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抱歉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劝你才省省力气吧 我对家里的真心 你没资格管 麻烦帮我取下钻戒 好的 这是您定制的 my heart 系列新型钻戒 寓意一颗真心 只给你 另外还需两位签订 DR真爱协议 已经生成 真爱比码 录入全球真爱系统后 是永不解保护删除的 跟我来 我知道你在感情里受过伤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很好 是他不懂得珍惜 在我这里 你永远是我心坚上的女孩 永远值得被爱 所以我想送你DR段戒 就想大声告诉你 你永远是我最坚定的唯一 你愿意嫁给我吗 当然 我愿意 我也要接 你要比他们更大的 什么 站住别跑 真爱不是拿来攀比的 而是统多建立彼此 一生只爱艺人 听说起风集团少爷 是个魔鬼 一定要小心的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啊 抱歉 我给你擦 弄增了少爷的鞋子 他死定 这么喜欢擦 那就让你一次擦个够 他都道歉了 你还要怎样 加力 有胆量 哼 打扫不干净 不准吃饭 开门 开门 谁啊 刚来就敢得罪少爷 这就是下场 哼 都怪我 听说得罪过少爷的人 都没好下场 不是被剃光头发 就是被逼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好好调调调调 这个灯徒子 终于进去到什么叫摔成狗吃屎了 抱歉 没事 哎 傻傻你还单真了 是啊 我还当真 像你这种有钱的公子哥 除了会欺负人 简直易于世 你干嘛 你这么跟我说话 你是第一个 别人我会怕 我可不敢欺负赶小鬼 那我们顺目以待 为了引起少爷的注意 我费尽心思 却被你截足先到 你给我等着 吹完蜡烛 我们就分手吧 这些就是你女友的全部委托了 等等 谢谢 有男朋友吗 刚好我担心 你有病吧 大账 五百元 又赚五百 他不是在加班吗 要不是看他听话 谁会跟一个臭臭外卖的在一起 明天就分手 性感耍我 两个小时内给我找个男朋友 喜欢上上风车书界 感虑 应该就是他了 你好 怎么是你 又见面了 少废话 这是你假扮我男友的钱 明天远辅酒吧见 不好意思 昨天那个人没来 说是临时出了点事 我太忙了忘记告诉你 那昨天 看来你都知道了 你 又有的晚了 五百万 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 真是个疯子 现在想逃 晚了 你怎么在这 这又怎么回事 认识你这么久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 别走 不能走 意外 你手里的七哥哥 你们 这根本上怎么会跑来我家 我哪知道啊 敢不敢跟我玩个游戏 把他打发走 事后我送你一款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宝贝 宝贝 成交 还有女朋友 你就死这样 就你这样怎么配得上七哥哥 我是不会放手的 哼 能当户对新梅竹马我会配不上他 给我等着 啊 君都一大了 齐哥哥 你的奶茶 我呢 他的奶茶只能我喝 听说每个男孩子 只会把这个爹送了最爱的奶茶 不知道齐哥哥的妹妹 会不会是我的吗 空调吹到脖子了 哇 欢迎光临第二真言体验店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听我一次劝 你就别忘想了 把我带上 把我带上 我们第二钻戒是男人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看来这位男士非常的爱你 不过购买的话需要出示身份证 反定女士信息 且终身不能修改 请问可是我已经买过一枚了 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 做戏当然要做全套 可恶 恭喜了 祝你们以后生活灭满 看到了吧 今天可是我跟齐哥哥订婚宴 你好啊 你个子 你要跟他订婚还让我陪你演戏 原来你啊就是做你他的 为什么还让我陪你演戏 齐哥哥跟我订婚你就这么生气啊 难道你真喜欢他 我 我 看吧 喜欢嘉莉就去表白啊 暗示了这么多次 事实证明我一个人的喜欢是没有用的 那你想怎么做 还有一个办法 这是我势在必得 不过你得帮我 你们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这枚第二钻戒 我很早之前就买好了 嘉莉 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第二 一直都是板定你的名字 什么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送你 我想用他告诉你 从小到大 你一直是我心里那个唯一的例外和偏爱 我想成为给你幸福的人 所以你愿意做我余生的女主角吗 我还以为 傻瓜 你为什么 请不要质疑我十几年来对你的喜欢 我愿意 我愿意